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领知听一篇 我是Misian 有网友都问 为什么Misian会选择不头俱来住 今集会讲一下为什么选择不头俱 和讲一下我儿子找学校的东西 平时我不喜欢讲人坏话 所以很久不想讲 但是为什么我选择不头俱呢 其实真的为了小朋友 因为在一年前准备来台湾的时候 已经找了一间学校 那间是一间国际学校 一年前已经在香港联络中 想着可以考会入学士 私立的 所以想着付钱就可以读 就是这么简单 就因为要就儿子近学校这一区 想着他可以很快回到学 所以就选择这一区 但又很奇怪 因为他面试 我们面试的时候 我自己expect 我自己做老师 面试当然是面谈 但那间学校没有面谈过 他只是给这份卷我儿子去做 他坐在图书馆 他就在那儿做中文 数学 还有一份文卷 做完之后 就等了 一个只有十四岁的男生 你知道现在的 十多岁的那些 其实他不会很懂得表现自己 突出自己 现在都是很责的 男生 其中有一份 就是叫问卷 可能就问他 在学校的生活是怎样 那些题目呢 其中就是说 你在学校没有试过激怒老师 那男生就答 没有 然后可能就会有个问他 有一个他最好笑的 有一个他有一题问他 你父母现在的婚姻状况是怎样 有一个选择的 他就选择了分居 我真的被他激死 分居 他觉得现在是因为分开居住 所以分居 然后我说 因为他不知道 刚好有一些东西又想问 所以他拿着一份文卷来问我 妈妈这个是怎样的 然后我就拿到他圈分居 我就说 什么呀 圈回一齐呀 什么分居呀 那他就圈回 然后人家就问他 你有什么兴趣 是吧 打机 哈哈 我真的被他寄 我说 你懂得弹钢琴 那怎么不捨 你打乒乓球都很擅长 那怎么不捨 就是 就是这样 就说他中文数学一样 就叫他要考一个英文词 好像是 Ebitis 那我就跟他出去找他考 那考完 就要求他要有B1的成绩 最少B1 那结果呢 我儿子考到B2 那B2呢 我就 我就跟他说 他可以考到B2 看看他可以努力的 下期再来追 看看可不可以考好一点 那后来老师说 B2成绩其实比B1好 哈哈哈哈 然后我才知道 就是还自己呢 骂了个儿子 我说你差个小小小 就现在考不了了 考不了B1出来了 那怎么知道原来 B2比B1更好 那所以那一刻就想 啊 那一定可以了 是吧 但最后呢 他们的学校就 都不收他了 那就说 他 就是 和他那个社交的问卷 就是答得不太好 那所以那一刻 其实 我自己是教育界嘛 那其实我是觉得 你说他社交不好 其实 你完全没有接触过他 你没有和他聊天 也都没有和他面谈 也都没有了解过他 没有问过他任何事情 你只靠一份这样的问卷 就知道了 就是 太过 就是不认真 而且呢 是令到 小朋友很挫折的 就是会觉得好像 哎 你说我做不行 好努力 什么不行 我去考英文了 我去考 好努力 那他立刻就准备 结果考完都可以了 想着都可以了 怎知又说不行 所以其实呢 到后来他这样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那个教育理念呢 不是很好 我觉得 就是很 好像很伤害小朋友 就是我觉得 如果 就算家学校多好都好 那 不是这样的 就是 他的态度 就是 就算是 你学校就算真的爆了 就是很多人读 如果那个学生是真的差一点的 我想都不用这样 就是说 你不行 你社交那方面 不太好 就是我觉得 可能做妈妈呢 听到这些 就会有一些 腹心不太舒服 那 所以我就 他一样说 他本来都说的 你可以 一直在那儿读 读到 五月 不知道五月还是六月 那我们不是叫 取緑你 不过呢 人道的立场 就让你在那儿读到六月 你接着再找学校 哇 真是生气到 现在我 很恨在你那儿读吗 那还有呢 去见的时候呢 其实呢 那个老师也跟我说过的 那他就说呢 这些学校呢 就 每一个国家的领事馆 那个小朋友都在那儿读的 那那时候我听到 就是因为我是老师 我觉得其实在小朋友的眼中 不会分 就是有些什么 高级低级 或者是不会想这些的嘛 那所以 我在想 那你有个小朋友 是领事馆的女儿 或者儿子 在那儿读 那没有东西的 小孩子都是这样一起玩的 对吧 那所以我是 没什么在意的 那但是到后来呢 其实我不是说 我不会这样 喜欢说话话的嘛 那但是 最近看到单新闻呢 那家学校呢 疫情之下都开毕业禮 啊哈哈哈哈 疫情之下都开毕业禮 啊 还说人家仇废 我觉得我自己原来 真的没看错 眼光不错的 那所以 就是 见到他这样的处事手法 啊 处理一些学生 入学的这样的手法呢 已经 我都不想进去读 就是 都不想让我儿子进去读 那所以 我觉得原来 不进去读 是好事来的 那因为 就是本来想读那家学校 就是读不成啦 所以就要找 这里的国立中学 那 那 找国立中学呢 那原来是 总之你应该是 国三之前 就是中三之前 在香港 中三之前呢 你来到台湾的话呢 那这个年纪呢 他们有一个叫做 义务教育 是的 义务教育 一定会收你读书的 但是呢 就是看一下你要住哪一区 那么呢 我就要打他 首先要查一下自己究竟呢 是属于哪一个理 和哪一个论 是的 那我最初呢 就完全没有概念 是吧 就走了去附近一间学校 就去问他 我说 我儿子整天都读书啊 那样 然后后来他问多少岁 然后问完一轮之后 他就说 你是不是住这一区啊 那我 那一刻我说 是啊 我住附近的就走过来 五分钟就是了 那他就说 不行啊 你都要查一下是不是 那他呢 就跟我说 你呢 擦了孙二三 你的链 你的链 那一刻我真的 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的脑子是死忌的 我说 哦 总之就要查一下你的链 你的链 然后 然后 记住这两个链 和链 回到家 就再来 再问一下 Agent 究竟什么叫 李啊 什么叫 链啊 然后终于都找到了 原来是李和李 就知道 那间学校是属于这一区的 但是可惜呢 都不收他 那为什么呢 因为 那他就 其实他留了一个电话 我发觉很特别 他留了一个电话 是八个字的 那是学校电话 那我突然就打他 又问一下 那怎么才打他呢 很不通的 就是打完那八个字之后 就是整个电话是不会响的 那么 我觉得很奇怪 那没有理由老师会整顾我 是不是 给一个假电话 那我就 上网再搜索一下 学校的电话是多少 前面固着灵异的 原来呢 台湾我发觉现在知道了 总之打电话 如果是给你八个号码 其实前面要加回灵异 整个台湾都是这样 总之我现在暂时 在北投区这一头 总之在台北这一头 我发觉打电话的时候 总之他给我八个字 我就前面加回灵异 这两个号码 就会打到 那 后来去到 找学校的时候 他也有跟我说 他就说原来 那一区假设有五间学校 就这样计算 你去任何一间都可以 你去到那间之后 除非他已经满了额 他们不是说满额 他们是说额满的 所以我去到 其实问老师 我想入这间 他就跟我说 文文学校 而言之 阿文 阿文 即是什么 我真的在想 那解是什么意思 阿文 想了很久 后来他就写给我看 我阿文 就知道了 后来他就再 告诉我 这个区域 有其他另外的 这间学校 你还未认识 那你就可以去问一下 所以 去到之后 其实就 可能因为 这间学校 是一定要修理 如果他没有满额 就一定要修理 所以我又觉得 那些老师 很有善 就是 不会好像 哎呀 怎样 做一下Paker 没有这些 真的很快 已经聊我仔 聊天 我便见到他们 那些 就是 跟我仔 聊聊天 你喜欢玩什么 你喜欢玩什么 冤冬啊 一问这些 我就立刻觉得 这些就是老师 就是这样 老师就是要 这样 就是要 叫开学生把口 是吧 你知道他好像 看上去斯文 一些 聊一下他说话 让他自然一点 放松一点 你才见到他真正的性情 要不然你 就是 恶事能登 别人的学生 见到你都害怕 所以呢 那位老师就 跟我仔 认得很好啊 那最后 就成功入到 国义了 那小朋友 来读书 其实我最初 都担心他 中文不太好 就是 我又不知道 国语怎么 那结果 我掉了眼镜 他一回到去 好像第二天 还是第三天 老师已经打电话 跟我说 他和我 好像打成一篇 好像很熟络 那样嘛 那他这些国语院 没问题的 可能就是 常常看youtube 那些 所以出街 有时候吃东西 之前没有疫情 出去吃东西 基本上 他听得比我好 所以 原来小朋友 适应力真的很惊人 他又很快 又已经有朋友 也都不会说 好像我这些 想那么多 哎呀我怕 人家不知怎么看 我又要 要学一下 如何做一个 好的 新移物 他哪里想这些 他一来到 喂 朋友 就已经是 下朋友 所以他 是很快 就适应到 所以小朋友 讀书这些 我觉得真的 不用怕 不用担心 好了 今集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多谢你们听我分享 哎呀 没得说话 真的很闷 常常在家 闷死人 要不就在店铺 一个人 多谢你们听我说话 话说话 其实你们 疫情呢 常常在家里闷闷 有什么做 啊 幸好啊 有拍YouTube 要不然 每天都是穿着 家里的衣服 由早上穿到黑 样子又不会理会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即是如果 我又不用拍片 又不用见人的话 我想我真的 会这样 这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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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